我们看到在稍早,也就是一个小时前,在早上九点钟的时候,之前在台湾杀害她的女朋友,并且潜逃回香港的这个陈同佳已经出狱了。 那么从此刻,从此刻,陈同佳她在香港,以严格的属地主义作为法治基础的香港,陈同佳她在香港已经是一个自由人,她已经被释放了。 然而,她在台湾所犯下的杀人罪行,相关的罪证也都在台湾,司法管辖权当然在台湾。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,蔡英文政府,包括蔡英文政府底下,从法务部、陆委会、内政部、机关算尽,命灭人性。 等一下,陈丽玲律师,她会举出一个一个的证据,告诉大家,蔡政府是如何在九月份已经知道,陈同佳将会在今天出狱并有意投案, 可是却未做任何的准备工作,甚至在陈同佳确定会来投案的亲笔信,已经在新闻媒体都公布了之后, 蔡英文的政府反而开始想尽办法要限制陈同佳入境来投案。 这简直是荒天下之大击,所以我们必须说,蔡英文政府,她机关算尽,泯灭人性,丧尽天良。 蔡英文,泯灭人性。 蔡英文,泯灭人性。 民进党,丧尽天良。 民进党,丧尽天良。 蔡英文,泯灭人性。 蔡英文,泯灭人性。 民进党,丧尽天良。 蔡英文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是罔顾法治,只剩政治。 只有选票,没有所谓的主权,更没有我们所有超越任何党派应该要有的人性。 蔡英文,银礼只剩下选票,只有政治,没有法治,只有选票,没有人性。 所以,我们将会在这个礼拜五晚上,我们还会再号召更多我们的庶民,站上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安大道。 因为我们要说,这样的总统,能不公审吗? 我想,大家都听刚刚陈律师讲的非常的清楚。 我几点再做一个简单的补充。 昨天最新的情况,法务部,他自认为拿出了什么杀手劲,说是,我们要带检警直接到香港逮人。 如果台湾都可以直接到香港逮人,那么以后大陆也直接到香港去逮大陆认为犯罪的人,那不就也没有任何疑问了吗? 那不就按照蔡英文政府现在所讲的话,这样的标准,那么以后大陆认为有谁犯了大陆的法律,逃回香港,也就可以直接到香港逮人了,不是吗? 那这不就是当初最早,大家在讨论逃犯条例的原因吗? 大陆他今天,还是实际控制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区的中央政府哦。 但大陆基于一国两制,都还要尊重香港拥有自己的司法管辖权。 所以大陆还必须要和香港之间,在没有任何引渡协议的情况下,香港必须自己透过他的立法局立法会,来立法通过逃犯条例。 所以才有所谓送不送中的问题呀。 那今天民进党政府,从当初坚决的反送中,再到现在很多人说,是不是也要反送台,再到昨天最新,竟然变成完全不用什么送中条例,逃犯条例了,也不用什么引渡协议了,台湾都可以直接到香港逮人了。 那前面吵了四个月,再吵什么呢?那我们再看,今天民进党政府,他透过陆委会,说要直接和香港来接触,要和香港做台港的各种司法合作。 刚刚陈律师已经提到,在这个个案当中,根本也没有司法互助的问题,也没有引渡的问题。 答案很简单,人家要自愿来嘛,今天是这个嫌犯,他逃逆,他不愿意来,所以才需要司法互助,要香港帮我们逮人嘛。 今天是人家愿意来,然后台湾说你不可以来,还要给人家限制出境,有这种荒唐的事情啊。 那所以这根本和引渡没有关,和司法互助也没有关,问题没有那么复杂,今天把它搞成这么政治化的,叫做民进党,叫做蔡英文。 那么现在好,说要司法互助,要搞台港的互助,那我们更是有疑问了,不是都说要捍卫所谓主权,我们和大陆是平等的,是对等的吗? 怎么今天台湾自己就自我矮化了,又绕过大陆了,又变成把台湾降格,变成台湾和香港是平级,所以是自认为自己和香港一样是一个特区吗? 所以真的是非常荒谬,为了选举,为了政治,所有过去自己讲的主权也没了,过去自己讲的一切要依法行政,法律多么的重要,要保障司法,不可以没有司法,现在也没了,人家在香港是自由人,竟然台湾可以说我直接要到香港去逮人,如此荒谬。 下架民进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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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审蔡英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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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最后我想,我们再次来向大家说明,在10月25号星期五晚上,我们将会走上凯达格兰大道,而在凯达格兰大道这一场公审蔡英文的大会,我们将会开放,让一般的民众都可以 上台大名大放,因为这样的蔡英文能不公审吗?我们号召所有,所有我们的庶民,一般的民众,大家都可以上台,人民公审蔡英文 全民公审蔡英文 庶民公审蔡英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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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民下架民进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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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